中国航天的开创者 向来坚强的他为何失声痛哭 而在那次痛哭之后 他又创造了怎样的传奇 经典传奇为您讲述 中国卫星之父孙家栋的故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焕之 近些年来 中国的航天事业 可谓是举世瞩目 尤其是今年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 中国航天更是捷报偏传 你看 这是天文一号火星车 成功降落后的画面 他庄严地向世界宣告 火星 中国 来了 这是中国首座太空站开启的画面 三位中国宇航员 进驻咱们中国自己的太空站 让很多国家为之羡慕不已 这一切成就的取得 当然离不开几代中国航天人的辛勤付出 那么今天 咱们就来说一位资深航天人的故事 具体咱们从2007年的一幕说起 那天是2007年的10月24号 随着一声点火命令的下达 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 托举着嫦娥一号卫星 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升空 众所周知 嫦娥一号是中国第一颗太阅卫星 它寄托着几千年来中国人嫦娥奔月的梦想 随着它的升空 意味着中国人的千年梦想就要变成现实 当时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 无不欢呼雀跃拥抱握手 而您注意了 就在这喜悦的人群当中 看到没有 有一位老人悄悄地背过身子 掏出手绢 在擦拭眼泪 这位老人是谁呢 他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故事的主角 资深航天人 嫦娥一号的总设计师 人称中国卫星之父的孙家栋 这里有一点要特别强调 孙家栋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他在中国航天事业上工作了几十年 碰到的困难之多难度之大 还有其中不少的失败 那是咱们都无法想象的 可是人家没有掉过眼泪 没人见过 但是2007年 作为嫦娥一号的总体设计师 老人家终于忍不住了 喜悦激动这是肯定的 但更多的 可能还是这一路走来的艰辛 恐怕只有他自己感触 当时哈尔滨的大街小巷 沉浸在春节的喜庆当中 那么那一天哈尔滨工业大学 读育科的孙家栋放学之后 赶忙收拾行李 准备到住在哈尔滨的姐姐家 去吃团圆饭 元宵佳节团团圆圆嘛 可不料就在他起身 准备离开宿舍的时候 突然听到同学说 好消息好消息 今天晚上学校食堂加餐 有红烧肉啊 李又往家走了 下了课了 一听说今天晚上 给烧红烧肉吃 我这个人去愿意吃红烧肉 正好看着 现在的朋友 可能很难理解 不就一顿红烧肉吗 这比去姐姐家吃团圆饭 还重要吗 您可不知道 那是1950年 新中国才刚刚成立几个月啊 对不对 国内一穷二白 物资严重匮乏 别说红烧肉 平时想要见到一点荤心 那都不容易 您说当年21岁的孙家栋 能不馋吗 他当即决定 姐姐什么的不重要 不去姐姐家了 我要去学校食堂 我要吃红烧肉 可是孙家栋没有想到 就因为这顿红烧肉 他的人生轨迹 被彻底改变了 那天傍晚 孙家栋和同学们 正在食堂吃饭 就在这时 学校的主管来了 跟大家宣布了 一个重要消息 为了加快新中国 空军建设的步伐 空军部队来学校招人了 有愿意去的同学 赶紧去报名 听到这个消息 食堂当时就沸腾了 能去空军 那机会难得呀 那火食多好 不是意思 没有火食的事 机会多难得呀 当空军报校祖国 当时有不少同学 饭都没吃完 料下碗就跑了 干嘛 报名啊 那天一下子 就报了好几百人 孙家栋正在其中 当然 空军呢 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 经过综合考评 当时空军在哈工大 挑了十几个人 而孙家栋因为 俄语基础好 顺利通过考评 被紧急召进空军了 你看 有时候人的命运 就是这么奇妙 如果不是因为一顿红烧肉 孙家栋很可能就是另外 一番人生的景象了 那说到这你可能要问了 进了空军部队之后 充其量是航空啊 跟航天有什么关系呢 哎 没错 航空航天 确实是两码事 跟卫星发射 更是隔着十万八千里 但是您别着急 十万八千里 咱慢慢飞 事情慢慢说 进入空军的第二年 孙家栋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学习机会 空军派他去苏联的 如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校留学 注意啊 不知道没关系 我告诉你 这是世界上知名的一所空军学校 当时派孙家栋去学什么专业呢 飞机制造技术 那个时候 中国空军刚刚起步 急需飞机制造人才 而机会难得 孙家栋自然是倍加珍惜 要知道孙家栋是1929年出生的 他的整个少年时期 是在动荡时局当中度过的 哪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啊 所以在学校 他是玩了命的学啊 以至于他给 如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校 创造了一段传奇 什么传奇呢 当时如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校 有一项激励学生的传统 那就是学校的明星榜 第一学年 所有考试科目 全是满分五分的学生 学校将会给这个学生啊 来一张两寸的照片 给贴在明星榜上 到了下一学年 如果这个学生 还是所有考试都拿五分满分 那好 照片放大一倍 并且网上挪一行 也就是说 网上人数越少 越网上越少 但是照片也就越大 那么孙家动 创造了怎样的传奇呢 因为他连年取得全科满分 结果他的巨幅照片 占据了如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校 明星榜最高的位置 中国学生啊 中国学生的照片 占据这个位置 孙家动 投钩 投一个 不仅如此 因为学业太过优异 他还获得了一枚金光闪闪的 斯大林奖章 注意啊 斯大林奖章 这个分量非同一般啊 在苏联 拿到这个奖章的人 是可以优先选择工作的 不是工作单位挑你 你挑工作 当时就有老师建议 孙家动留下来 留在苏联 但是 1958年4月 学成之后的孙家动 毅然决然踏上了回国的列车 为什么 孙家动后来回忆说 当年毛主席 对中国留学生说的一句话 一直激励着我 那是孙家动 在苏联学习的第六年 那年毛主席应邀访问苏联 在莫斯科大学 接见了中国留学生 当时孙家动就在现场 他清晰的记得 毛主席当时对大家说 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 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些话 深深地印在孙家动的心里边 更让他坚定了 报效祖国的信念 就这样 他回国了 那么问题来了 按照他的专业水准 加上国内急需飞机制造人才 后来的他本应该成为 飞机制造方面的专家才对呀 可是为什么 他却成为了航天人 还成为了中国卫星之父呢 下学书 学成归来 他却没有从事所学的专业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他的种植之下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如何升空 而一直性格坚强的他 当年又因为什么 而失声痛哭呢 中国卫星之父孙家动 经历团棋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从苏联学生回国之后呢 孙家动本来确实是打算 在飞机制造领域 有一番作为的 但是他没有想到 当时中国还有一项 更为重要的工作 需要他 什么工作呢 当时聂荣贞元帅 受中央委托 正在筹建导弹研制的队伍 急需人才 这个时候孙家动恰好回国 他就被安排到了 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 导弹总体设计部 主导苏联导弹的仿制 和改型设计工作 当时总体负责导弹研究的是 这位咱们大名鼎鼎的 导弹之父 钱学森钱老 注意了 我们常说 一个人一辈子的转折点 就那么几个 而在转折点上 引路人更为重要 钱学森钱老 无疑就是孙家动 迈向中国航天领域 最后成为中国卫星之父的 重要领路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回国之后 因为工作需要 孙家动必须经常和钱学森沟通 他是中国导弹工程的总负责人 钱老 而在接触过程当中 钱学森就发现孙家动才华横溢 天分特别高 而且特别用功 于是就特别欣赏 本来印象就很好 因为孙家动是带着斯大林奖章回国的 而到了1960年 也就是孙家动来到国防部武院的第三年 钱学森对他就更喜欢了 为什么呢 1960年11月 中国第一枚仿制的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 这其中孙家动功不可没 就这样 两个人在工作当中几乎是无话不说 钱学森对于孙家动来说 可谓一师一有 一转眼 他们一起做了近十年的导弹方面的工作 而当时间来到1967年 一项新的使命摆到了孙家动的面前 有些朋友应该知道 1967年中国成立了一个全新的机构 叫做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它的任务就是开启太空技术研究 具体任务则是 设计制造新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并且把它顺利地送上太空 这个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就是钱学森 钱学森接受任务之后 亲自点假 小孙由孙家动担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 技术总负责人 说起这件事情 孙家动曾经回忆说 他是永远忘不了 钱学森告诉他这件事情的时候的情形 那是1967年的7月的一天中午 孙家动正在办公室做导弹设计了 因为天气热 那时候也没空调 他怕汗水打湿设计图 还特意在脖子上围了一条毛巾 你看大热天脖子上围个围巾 当然是毛巾了 热是热 但是不能低汗 而当钱学森进来把造卫星这个任务交给他的时候 告诉他的时候 当时他足足愣了半分钟 汗都忘了擦 为什么 太意外了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卫星 怎么会把这么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呢 但是钱学森的一番话 让他勇敢地接过了任务 钱学森说 不仅你没有接触过卫星 我也没有接触过 全中国没有一个人接触过呀 但是中国要强大 卫星一定要有 就像以前咱们没有导弹 不也一样造出来了吗 就这样 此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卫星的孙家栋 率领团队开始了研究中国第一星的艰难探索 那一年孙家栋38岁 确实是没有经验 但是那时候还是年轻吧 有那么股热情 同时也有那么一种感与科夫困难 判断这儿精神 那我感觉更重要的话 有老一代科学家的领导 另外我们有一次非常好的广大的一次队伍 就和一起工作的同事 大家都热情 说到这儿 稍微说一下背景 发射卫星 最早的是美国 紧接着是苏联和法国 当时日本也在紧锣密鼓的加快准备 可以说竞争态势是非常之激烈 而当中国表示也要有自己的卫星之后 世界各国对中国什么时候发射卫星 就变得极其关注了 当然消息传开 国内也是一片的期待 大家翘首以待 就这样 尽快把第一颗卫星送上天 一下子就成为了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 可是怎么才能紧快呢 经过慎重考虑 孙家栋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 那就是简化卫星工程的任务 这位是当年和孙家栋一起 被称为航天十八勇士的科研工作者 七发任 咱们来听听他来说当年的情况 孙家栋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作为顶层的设计 他就把一个当年科学家们 做一个非常现金复杂的这么一个卫星 简化成为一个满足当年要求的 那个要求是什么呢 重要很明确 就要上得去 抓得住 看得见 听得着 就是这十二个字 一下就把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东方红一号卫星 它的科研目标变得简单了 本来嘛 对于第一颗人造卫星 当时我们也没有具体要求要干什么 只要让全世界知道 中国能够造卫星 能把卫星送上天台就行了 那是一个logo 一个标志性的行为 只是当时的科研人员 没有领悟这一点罢了 总想着 这个功能要加一点 那个功能要加一点 结果把卫星研制的进程给拖慢下来了 而孙家栋的建议 一下就抓到了核心 那么这十二字方针 怎么做到 上得去 抓得住 这属于一般的技术问题 我们知道导弹技术和火箭技术 其实是一个原理 有了十年制造导弹的基础 做到这六个字 其实并不太难 听得着 经过技术攻关 孙家栋和科研团队研究确定 用东方红一号上的短波天线 来发送东方红乐曲信号 听得着的问题也解决了 最关键的问题 也就是实现看得见 怎么解决 有意思的做一个球体 这个球体不是完全整圆的 就是都是些平面把它组合起来的 后来大家就想个办法 在我们三级运载火箭上 用做一个 用气体吹起了一个球体 这个球体吹起了以后 直径能到三米这样一个球 就比前一米这个球就大了 就这样 1969年10月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出样 基本就完成了 不过谁没想到 就在东方红一号卫星出样完成 向周总理汇报卫星工作的时候 孙家栋又提出了一个当时 所有人都认为大胆至极的想法 什么想法呢 在向周总理汇报的时候 孙家栋说 东方红一号卫星上的很多仪器上 都挂上了毛主席的象征 这样啊 很可能会影响仪器散热 会存在安全隐患的 能不能少挂一些 这话一说出来 了得了 参加汇报会的所有人 都替孙家栋捏一把汗 那个时候 那讲的是政治挂帅啊 可是谁都没想到 孙家栋实事求是的精神 打动了周总理 周总理当时就指示 政治挂帅是要把工作做好 而不是庸俗化 你回去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 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 周总理了不起 这一番话 顿时就打消了孙家栋心中的顾虑 也大大的鼓舞了科研人员 经过最后的调试 1970年4月9号 带着全国人民的期盼 东方红一号卫星顺利发射 一飞冲天 并且很快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收到了 卫星上传出的东方红的乐曲 这标志的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第五个 有能力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 地球卫星的国家 全国上下一片的欢腾 而作为总设计师的孙家栋 心情更是格外的激动 我自己心情也是非常激动的了 首先感觉的我们国家能去的这样一个成就 确实体现了我们最为主意的独立游戏性 确实跟全国人民是一起非常高兴的 从个儿来讲也感觉非常幸运 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上天 这极大的鼓舞了中国航天人 随后孙家栋带领他的团队 立刻投入了中国第一颗返回式摇杆卫星的研制 应该说 有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成功经验 对第二颗卫星的研制 所有人都充满了信心 1974年11月5号的下午 中国第一颗返回式摇杆卫星已经在发射场就位 并且已经完成了升空前的综合检查 接着就是进入发射的最后时刻了 然而 谁都没有想到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控制室所有工作人员听到了孙家栋的一声大喊 停止发射 一切准备就绪 孙家栋为何叫停发射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一向坚强的他那么伤心的失声痛哭 痛定思痛 他如何完善中国航天的质量管理 在数十年的航天生涯中 他又为中国立下过哪些卓越功勋 中国卫星之父孙家栋的故事 经典团企正在为您讲述 前面说到1974年 就在中国第一颗返回式摇杆卫星发射的最后时刻 即将升空点火了 现场总指挥的孙家栋 突然大喊一声停止发射 这是为什么 卫星它这个动作就不会起动作 我们那一次可能是电压格法处理不太好的 没到叫这个插头脱落的时候 它就脱落了 他说插头自己脱下什么 我还没下命令说转到内电 我第一面就管不了卫星了 就这样 中国第一颗返回式摇杆卫星 在升空后20秒 爆炸 当时孙家栋第一时间冲出发射现场的地下室 看到沙漠里卫星爆炸留下的那片火海 不由得失声痛哭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震动的非常大 这个航天这个事业确实不是那么简单 下来以后真是十年的心血国家 投资多少个亿 几万人的大家共同的努力劳动 就简单地几秒钟不到一分钟 全部都一片火海 就什么都完 孙家栋回来说 那是他参加工作十多年第一次流泪 不仅为国家的损失 几万人的付出化为灰烬而伤心 更多的是他作为总指挥的自责 那么问题出在哪呢 当时孙家栋只有一个念头 一定要找到失败的原因 之后的三天三夜 他和同时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沙漠里边 一寸一寸地寻找火箭的残骸 把所有的螺丝小铜片小线头 一点一点地收集起来 查找事故原因 那么找到了吗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他们在一根导线上找到了线索 而对于这件事情 孙家栋至今都难以忘怀 这样一个教训 对我们航天队伍的整个的思想建设 工作建设 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灾难发生之后 孙家栋没有推脱 承担了失败的责任 而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痛定思痛 开始狠抓每一个细节 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完整的 严格的质量管理系统 一年之后 一颗新的摇杆卫星顺利腾空而起 发射圆满成功 而在此后的十几年里边 在孙家栋和航天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之下 又有十几颗卫星顺利升空 中国航天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再后来孙家栋更忙了 除了在研究室里边进行卫星的研制 走上谈判桌 也成为了他的另外一项重要工作 比如说1990年 美国研制的亚洲一号卫星 就是中国火箭成功发射的 此后中国又承担了 多颗外国卫星的发射任务 这些合作都需要孙家栋去谈判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孙家栋因为工作的繁忙 而忽略了家人 为此有一件事情 一直让孙家栋深感愧疚 那是1994年 当时孙家栋正在西昌执行发射任务 又接到了与美国航天代表团 谈判的任务了 于是完成发射之后 他又立即赶赴谈判现场 而就在此时 他的妻子魏肃平突发脑血栓 住院了 电话里面好意思告诉我 那个保证这个 我能一心意 因为正到 他要到发射非常紧张的时候 全部人都知道 不得那种血栓 就他一个人 无法想象 为了支持孙家栋的工作 家人如此的付出 怎能不让人感动 又怎能不让人愧疚 但是即便如此 只要国家需要 孙家栋一直没有停止对航天之路的探索 那今天我们知道 中国正式启动嫦娥工程是哪一年 2004年 那年孙家栋多大年纪呢 75岁高龄 年遇古稀啊 但是依然单纲起了总设计师的职位 而这次面临的是一个卫星脱离地球轨道 如何安全进入月球轨道的全新课题 虽然你已经掌握了很多的知识啊 每次发射一颗感觉的都很顺利 但是你要想的跳出去 再往月球上飞 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了 那说到这件事情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啊 先不说75岁高龄应该是遗养天年才对啊 但就卫星跳跃轨道的难度 那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克服的 你无法想象 不懂你想不到的 孙家栋那么大年纪 早已功成名就 何必要冒这个风险呢 万一失败 一世应命付诸流水 但是孙家栋的回答很简单的 国家需要 我就去做 我的感觉他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因为人毕竟这个 七十多岁了 这个精力啊 包括体力 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 就是有那么充沛的这个精力 来应对工程的风险 而且他又是总设计师 压力是最大 这里啊 探阅工程的故事 咱们就不细说了 九 八 一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六 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苦熬 在孙家栋的带领之下 中国航天人做到了 不仅长河一号顺利完成了绕月 更通过后边的二到五号长河卫星 成功完成了绕落回的三步走 从而再次将中国航天事业推向了新的高度 无疑 孙家栋功不可没 回望孙老弟一生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复苏留学 到响应国家号召回国报校祖国 投身航天事业工作六十多年 孙家栋永挑重担 作为我国人造卫星技术 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拓者之一 仅他主持研制的卫星就有四十五颗 也正因为此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九号 当年借九十高龄的孙老 在助手的帮助下 来到人民大会堂 国家主席习近平弯下腰 为他佩戴象征着国家最高荣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殉章 当时全场掌声雷动 这不仅是向孙老的祝贺 更是向这位两弹一星元勋的由衷敬意 孙家栋一个闪光的名字 他亲历建政参加领导了中国航天 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过程 正是他和他们老一辈的中国航天人的 执着坚守中国的航天事业 才能够创造出今天的辉煌 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和无私的奉献 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今天就到这儿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网络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